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三百二十集 无奈之下白小春只能继续前行 一步一步他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幸亏是以他如今注击后期的修为 且第七层灵海 在这段日子只差一丝就可以完全化精 使得他灵力绵长可以转化内息 最主要的还是他肉身强悍 才可以在这里坚持下来 此刻忍着俯视之感 认着这里的酸气必须要咬牙前行 实在不行就只能等救援了 那条老龙虽怕死 可是一定会通知老祖们的 白小春哭丧着脸 想到自己居然这么悲催 他对小乌龟那是更恨了 一路诅咒时 渐渐的走到了深处 也看到了四周很多似乎难以消化的瘦骨 看着那些已经被俯视的发黑的骨头 白小春就心里哆嗦起来 我不想成为这些骨头啊 白小春赶紧加快脚步 一点也不愿在这里多停留片刻 正前行时忽然的 他的锄带内 小乌龟的头快速的露出来 贼头贼脑的赶紧扫了一下四周 真的进来了呀 他话语一出 白小春眼睛露出疯狂 右手急速抬起 向着小乌龟的头一抓 小乌龟瞬间缩头 白小春一把抓空 你给我出来 白小春怒吼着 向着橱带 心中再次抓狂 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 你当你家龟爷是个棒锤啊 我才不出去的 你 这白小春发了狠 打开橱带 仔细寻找之后 绝望的发现 自己还是找不到对方 我错了 龟爷 你这么下去 我会被你玩死的 我错了 认错 白小春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他实在受不了了 这小乌龟惹祸的本事太大了 每次招惹的都是恐怖的存在 白小春有种预感 这么下去 自己一定会被玩死的 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 龟爷就给你一层造化 你按照我说的早 会有大发现的 这小乌龟头再次伸出 这一次只露出一个角 白小春有心再次抓去 可知道这小乌龟 低防心很强 自己很难成功 此刻常态一声 按照小乌龟的指点 在这蛤蟆的体内 七绕八绕的 很快就走到了一处 偏僻的角落里 就是这里 快快快 这里最薄弱了 用你最大的力气 在这里打开一个口 我感受到了 这里就是我之前溜达时 察觉到了宝藏所在 这小乌龟顿时兴奋 宝藏 白小春一乐 废话 要不归于我 没事闲的呀 去弄行这个大蛤蟆 可惜上次 那条金色鳄鱼肚子里 也有宝藏 怎么没把你吞了呢 小乌龟叹息 随后又催促起来 白小春郁闷 看了眼 眼前的粘液 咬牙指甲 全身修为木然运转 灵海之力爆发的同时 他的身后 更是出现了天摇身 整个人的修为 在这一刻 到了巅峰极致时 白小春低吼一声 右手如闪电一样 刹那伸出 食指与拇指称环 正是碎后锁 向着年夜 狠狠的一抓 哄的一声 年夜裂开一道缝隙 同时 老蛤蟆的身体 猛的颤抖 似扭曲了一下 在他的体内 更是形成了无数的酸液 如同下雨一样 瞬间落下 这些酸液极强 一滴滴的落在白小春的身上 竟冒出白烟 更是让白小春也都觉得刺痛 尤其是四周酸液越来越多 似很快就要化作大海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白小春无法保证 自己能坚持多久 此刻吓得尖叫一声 用了全力 不断的轰激 不断的轰激年夜 快快快 加油 白小春 你是好样的 你能行 我看好你哦 这小龟兴奋的叫嚣时 白小春忍无可燃 大吼了一声 闭嘴 说完后 他咬牙切齿 再次轰击 终于将这年夜的裂缝 逐渐的轰开后 他双手猛的伸入里面 向外狠狠的一撕 咔嚓一声 竟撕出了一道 可以钻人的缝隙 白小春来不及多想 此刻外面酸液太多 他全身生疼 赶紧的钻了进去 这里是一条通道 四周竟不再是粘液 而是出现了岩石 看得白小春差一时 也察觉到 此地竟没有那种酸臭的味道 反倒是有股清香 让人闻了后 很是舒服 正差一时 小吴龟 刹那从厨袋飞出 直奔前方 身色内露出惊喜 更有兴奋 鬼爷我 终于又干起了老本行 好激动啊 这里到底存了什么呢 这小吴龟双眼冒光 速度极快 瞬间 就到了这通道的尽头 在那里 有一处巨大的石室 白小春也快速跑来 到了这石室后 一看 他大吃一惊 这石室 足有百丈大小 四周存在了无数红绿 两色的肉状腾条 与石室连接在一起 蔓延到了上方 分散 分散 很是广阔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那些 红绿凉色的 肉状腾条 啥颤动 看起来 似乎贯穿了 整个老蛤蟆的体内 这里 白小春呼吸急促 低头时 看到在这石室的正中心 那里有一座石台 上面放着一枚玉解 还有一把黑色的伞 真有宝杂 白小春倒吸口气 那清香就是从这伞上传出的 他还没等仔细去看 一旁的小乌龟 已经双眼冒光的尖叫了起来 好大的手笔啊 这是以大神通之力 强行将这只 本可以晋升为王兽的存在 生生的限制住 使得其晋升缓慢的同时 将他的所有神经 全部抽住 凝聚在这里 通过这种不是风意 而却比风意更真实的手段 操控此兽 使之称为一个能移动的祭坛洞府 这恐怕还只是一个半成品 这洞府的主人一定是出了意外 否则的话 等待他后续的改造完成 此兽必定会晋升王兽 以这种手段 操控王兽 不但使之称为洞府 更是依靠此兽称为王兽后 那种磅礴的生命力 来为自己续命 这是 这是 远古时期 魔道修士的做法 小乌龟激动啊 在这洞府内飞来飞去 白小春也听得心神震动 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小乌龟的话语 也可以听懂 只是听懂后 他心中震撼 难以形容 远古时期的修士 操控王兽 对于王兽 白小春不陌生 铁蛋就是一个具备王兽 潜质的战兽 哪怕眼下还不算真正的王兽 可那种操控万兽的手段 足以让一个宗门轰动 白小春吸气时 小乌龟飞到了中心石台的上方 盯着放在那里的玉剪与黑伞 双眼光芒更为强烈 白小子 快去看看玉剪上写了什么 一定有此人的身份 说不定 还有传承功法留下 发了呀 这一次发了 白小春也紧张起来 看了看玉剪 迟疑了一下后 小心翼翼地靠近 视台一番 确定没有什么端倪后 这才拿起玉剪 体内灵力涌入后 他的脑海里 杜尔时有一个沧桑的声音 骤然回答 足欲战 无当主 此战九死一生 三明永夜 尚未成品 一旦完成 可成天品灵器 五不舍带走 留于此地 有缘得之 受为必持 天生叛古 须至少 具备天人之力 方可暂时降服 如来者修为不够 可以 无余留手段 直接抽其升级 以提高 自身之力 生意消散 关于如何吸收 这只兽的生机之法 浮显在了白小春的脑海里 白小春放弦欲解 还是有些发懵 看向那 伞时 他的目中露出火热 完成后 就是天品灵器 灵器啊 那是一个宗门的底蕴之宝 而且 他还是天品 这白小春呼吸急促 上前一把拿起黑伞 在他与这把伞碰触的瞬间 此伞光芒一闪 竟有寒气扑灭 让白小春全身冰寒 仿佛 全身血液都冰煮 如指身生死危机 好半生 才勉强承受 可却无法将其打开 白小春双眼冒光 盯着手中的伞 大笑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 在这把伞 被白小春拿走的瞬间 似打开了某种封印 突然的 整个洞服猛的摇晃 一声闷闷的嘀吼似从外面传来 更有一股挤压之力 无形的扩散 好像那只大蛤蟆 此刻有所察觉 正用自身之力 要将白小春连同这洞服 一同碾压粉碎 轰鸣滔天 咔咔之声回荡时 洞服外的通道 直接坍塌 大量的酸液 散发恶臭 直奔这里而来 与此同时 这洞服也支撑不住 不断碎裂时 在那无形的挤压之力下 白小春全身震动 如被白山压顶 双腿颤刀 嘴角溢出了鲜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